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皮下小课堂 今天教大家钢笔工具 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到钢笔工具 这里我们就选择钢笔工具即可 然后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加和减 加就是你可以在中间加一个标点 但是我并没有换成加的工具 为什么我可以直接加呢 因为这个加减的工具 只要你勾上这个Audio Add and Delete 就是自动加和减 基本上就可以全靠自己加了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减 好,今天我们还会讲到小白工具 小白工具呢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可以变成小白工具 移动它 改变它的这个标点 当然如果你直接换小白工具 是不是不方便 只要你选择钢笔工具 在键盘上按住Common 我们用的是苹果电脑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 那就按Ctrl 它便依旧也是小白工具 好,还有一个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调整角度 就如果你想做一个弧线什么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 但当然哦 直接这样切换 有点麻烦 你只要选择钢笔工具 在你的键盘上按住Alter 照样可以切换 而且你不但可以切换 你还可以把它给删了 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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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 再教大家一个东西 叫做Shift 按住Shift 它就只会画出45度角 或者直线 编在一起即可 好的 现在我把它给删掉 按Common Z可以一个的删 或者你可以直接按Delete键 全部Delete掉 好 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呢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钢笔工具 把这只 蜥蜴抠出来 我们选一个较为头突的地方 好 开始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 点过来 我先教大家一个野肚子吧 就一般你不会这么用 但是你放到中间加一个这个点 然后按住Common 就是你在中间加一个点 然后按住Common 然后往上拉 好 现在我们来讲正规的玩法 正规的玩法呢 就是 比如说你拉到这里了以后 你一直长按 不要松手 然后把这个小手臂 给拖出来 就会达到弯曲的效果 诶 怎么回事 因为我发现 就怎么拖都拖不起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个小手臂 然后它 后面还有个小手臂 就在这个后面 前面的小手臂 是 管前面的那个 就是 弧度 那后面这个小手臂 自然就是管后面的弧度 可是呢 我们不需要后面这个 小手臂在这里 碍事 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办 我就得想办法 把它拖进去 和删掉 直接点Ult 然后使用这个 一搞 诶 就删掉了 但删掉了是不是 个人觉得不好 太残忍了 我们可以选择 把这个小手臂拖进来 按基础操作就那些 这个钢笔工具 主要是要靠练习 还有手感 那我就先开始 拖一拖 我老师提醒过 我就是在中间 加这种标点 属于野路子玩法 让我少这么做 但是You know 我从来不听它的话 好 现在我们将这个蜥蜴抠出来了 可是它是一个路径 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成选区呢 在键盘上按住 Common Enter 这就出现选区了 现在Common J 分离图层 我们把原图给关掉 我们把原图给删掉 看 蜥蜴就出来了 好 现在呢 还有这些比较小的地方 我们也用钢笔工具 把它给抠出来 给力 删掉 Common D 取消选区 方的手法 对这些地方 都进行调整 好的 现在基本上都修出来了 但有个问题哦 就是这些侧边 是没有修得太好 该怎么办呢 我们想办法 把它们都修掉呗 先把它圈出来 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能就是 直接出现选区 然后呢 把它缩个边 那我们现在看看哦 选择缩边 它会整个一起缩 那有些没问题的地方 不就修边形了吗 因此我们作为小白 就还是先别偷懒 比较好 好 现在细节差不多搞好了 那最后就将文字丢进来吧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素材包的领取方式为 去Instagram 在内建平台 at我 并输入你观看的视频名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 点赞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如果我看到了 我会尽量解答的